今天休息時間 下一個就是邀請到聖佑來講 Colin Collection 這本書的作者 來現場演講說 那個Colin Collection 遊樂園 那聖佑本身也是在社群相當的活躍 他是在 目前在JBS這間公司 擔任技術團教室 其實應該未來有去參加各個大大小小的 Community Event的話 就比如說這是Ghost Club或者是JVC Club 然後可能我剛剛說的南部MobCon 應該都會看到他的身影 所以我們有點戲稱來說 泛宥宇宙就是到處可以看得到他 好 現在我歡迎盛佑 嗨 大家好 先讓我download一下我投影片 對 喔 對 有耶 那 應該可以再載一下 哪一個 我那個網頁 我應該留著 有有有 那個 再提醒一下就是 我們這次演講有一個 這個Talk有一個活動 就是待到最後會有一個小小的 有獎真打 也不是有獎真打 就是有小小的問題 那如果有回答這問題的話 可以得到這本書 兩本 有兩個銀河 請大家待到最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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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開始了嗎 好 OK 好 好 謝謝燕炳王 那個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盛佑 然後現在在JBrand當技術傳教士 那我的工作跟任務就是在推廣Colin這個程式員 以及我們JBrand的一些產品跟技術這樣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來Colscop 跟大家討論就是Colin Collection的一些用法 跟一些實際案例喔 那當然我的設定是非常非常初階啦 所以其實我剛剛 我發現我的內容其實剛剛前面幾個講者都有講到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稍微複習一下 好 那 畢竟我的工作還是要讓大家知道什麼是Colin程式語言 所以還是先介紹一下Colin程式語言是什麼 那基本上他是我們JBrand發展出來的一個新的程式語言 他的用途其實蠻廣的 就是General Purpose 所以基本上你想像照的那一些用途他都可以拿來做 那他是Static Typing 跟Java比較類似 那因為相對他是一個比較年輕的語言 他到目前為止才十年多 所以他在語法的設計上會比較 比較現代一些 就包括他可以支援大家習慣的所謂的 這個物件導向的OOP的做法 或者是現在比較潮的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寫法都可以喔 那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開發情境跟需要來去做混用 那他是由我們JBrand團隊研發 那現在跟我們跟Google的關係也是蠻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跟Google有一起成立一個叫做Colin Foundation 就是Colin的基金會 那由這個基金會維持這個程式員的發展 以及所有的這個運作這樣 那他現在是以Apache 2.0的方式來釋出喔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到這個colinlang.org 去看這個詳細的內容 那大家可能比較清楚知道的是 在2016年的時候我們JBrand就發展出 就是公佈說我們要做Colin這個程式員 那時候是我們大概是2011年的時候就已經講說我們要做了喔 那那時候為什麼JBrand需要做一個新的語言 因為大家可能很好奇說2011年了為什麼還需要一個新的程式員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在開發IntelliJ IDEA這個IDE 大家可能有用過我們家的IDE喔 那時候我們在開發這樣的大型專業的時候我們發現 在寫Java的時候會有一些團隊合作上的一些問題 以及在語法上沒有那麼先進 所以我們那時候決定要做一個新的程式員 那但是我們花了五年的時間才讓他從 就是從有這個IDE才到1.0發布 那為什麼呢因為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 Colin他想要做成一個多平台發布的語言 所以他一定要相容於原本的JVM 因為你要想我們原本的IntelliJ IDEA已經是一個非常 就是已經很大型的專案了而且他實踐很久了 所以我們不可能在一瞬間就把所有程式碼從Java換成Colin 所以他必須相容於這個JVM 那為了在我們內部我們要確定production上使用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花了五年的時間來確定他真的穩定之後才發布1.0 那時候可能還沒有太多人知道Colin這東西 但直到2017年跟2019年就是Google I.O上面 第一次是講說Android開發可以支援Colin 那第二次的時候就講說以後Android開發都以Colin優先 所以為什麼現在各位寫Android的時候都會以Colin為主的原因 也是因為Google的Android Team選擇我們的Colin程式員來做這樣 那2020年的時候呢Colin團隊決定為了讓這個程式開發的速度更快 然後開發者可以更快的拿到新的功能 所以我們改成用Date Driven的方式來發布新版本 所以每半年我們就會發布1版喔 那今年在這個月月初的時候就2022年7月的時候呢 我們發布了Colin1.7 所以大家可以預期就是今年年底的時候會有Colin1.8這樣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Colin可以支援多平台開發 意思就是說不管你今天是想要開發Desktop或是Servicei或是Android 這三個可能大家相對比較熟悉都是用JVM的這個環境來跑 那Colin是可以100%相容的 那另外兩個比較特別就是假如你今天想要寫跨平台的Mobile 那我們也有一個新的專案叫做Colin Multiplatform Mobile 那他的意思是說你可以用一個Colin的程式員去Share兩個平台的這個Business Logic 讓你在開發Android跟IOS上面可以更快速一些 那他用的方法是有一個專案叫Colin Native 他會把你的Colin Code compile成Native 那就可以跑在IOS的機器上面 那但是現階段啦現階段就是這兩個UI要各自實作 也就是說你在Android上面你可能要用XML的方式 或是剛剛提到JPG Compose 那IOS的部分你要用Swift UI 那這個是目前Colin Multiplatform Mobile的設計 那當然在社群裡面其實也有我們的就是Colin的一個很厲害的一個專家團隊 他們有做出一個DSL的一個package 他可以讓你用DSL的方式來宣告兩個平台的UI 那就可以Share UI了 那這個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Web的部分你要用 就是假如JavaScript不是你的菜的話 你也可以用Colin來寫前端 然後寫完之後他會幫你compile成JavaScript 所以這是Colin多平台的開發 那後來我們會提說就是Colin其實不只是一個程式員 他比較像是一個生態系 為什麼 因為除了我們提供語言本身之外 Colin團隊其實推出了一系列我們所謂的Multi Platform Library 那這些Library都是說你可以像我們剛剛講的這些平台 就是你寫一次他都可以幫你跑到這些平台上面 那這個其實是蠻不容易的 因為他必須在各個平台上面去實作一些平台差異的程式碼 那所以你看到官方其實也有出一系列所謂的ColinX系列的Library 比方說ColinX Serialization就是你要做序列化 你要做coroutine 你要做datetime 那甚至我們有做一個web的框架叫cater 那cater基本上你可以拿來寫web API網站之類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不是只有語言本身 生態系本身也蠻重要的 好那所以你會看到其實Colin團隊花了蠻多時間 都在做整個語言跟生態系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就是在Colin的Standard Library裡面 有一個package叫做collection 那collection這東西或許大家假如有寫過其他程序員的話 應該也不陌生喔 其實基本上現代的程序員裡面大概都有collection這個package 那他大概拿來幹嘛呢 基本上他是一個拿來存放資料的結構 那只要你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會放在像array這種list這種資料結構裡面 那在Colin的Standard Library裡面他有四種類別可以使用 那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那這些類別身上他有提供了很多操作資料的方法 就是我們所謂的class method 那在實作上他因為有用了一些語法 等一下會提到就是 所以讓他可以在方法之間可以做串接 那我們後來就覺得說這樣的串接的寫法 會讓你的程式碼更好閱讀也更簡潔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一些範例喔 那我們剛剛提到collection有四大物件 那就是這四個就是array,list,set跟map 那當然各自的情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比方說像array它是沒有辦法變更尺寸 然後它是有順序的就是用index來py 然後元素是可以重複 那list,set跟map都有分 所謂的mutable跟immutable兩種 就是可變跟不可變 那以list跟... 以list來說它是跟array一樣它是有順序的 它是有index 但是set跟map的話它就是沒有順序的這樣 那list是跟array一樣可以重複 但是set的話是元素是不可以重複的 但是map的話呢它是key不可以重複 可是value是可以重複的 所以為什麼會設計中四種物件 其實是因為在各個不同的情境底下 你可能會需要用到不同的資料結構 那來滿足你在開發上的需求 好那我們今天講這個collection遊樂園 所以假如你今天要進入到你的遊樂園 那有兩種方式 那這邊推薦給大家 第一種就是用intelJidea 那當然這是Jbrands推出的IDE 既然是Jbrands的語言 所以當然我們的IDE就會優先支援它 那只要你開這個intelJidea 你選一個新的project 然後language選coling newsystem看你習慣 然後選jdk 然後就可以建一個新的專頁 就可以開一個叫做coling worksheet 就是一個工作的表 就可以拿來開始寫你的coling code 那為什麼會提到coling worksheet呢 coling worksheet比較特別一點 你會看到它開出來的ID介面是像這樣 就是左邊是你寫程式的地方 右邊它是程式跑出來的結果 也就是它跟一般我們在寫coling的程式碼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你在寫coling的時候 你的副檔名夾是kt的話 那你的裡面一定要有一個man function 那它才有一個程式的進入點 但是假如你是worksheet的話 你可以把man去掉 你直接開始寫你的程式碼 然後它會即時的 有點像repl的方式會幫你跑在右邊 那你可以即時的去看說你寫出來的程式碼 是長什麼樣子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玩玩看 那大家看到這個interjidea的介面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是因為這是我現在用這個測試版 還正在改進中的那個新版的UI 所以以後interjidea可能會長這個樣子 那萬一你今天手上沒有ID的時候 你也可以開coling官網 coling官網有一個subdomain 叫做play 那就是coling playground的意思 那你可以進到這個地方在線上寫你的coling code 但當然這個部分就模仿就是coling 就是.kt的那個檔案 所以你必須要有man function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稍微寫一個man function 然後把list印出來 所以會看起來像這樣 那環境其實跟ID還蠻類似的 也有autocomplete 只是速度會比ID稍微慢一點 因為是在網路上 那假如你今天要宣告一個collection的話 你要怎麼做 那基本上在coling裡面 因為它可以支援所謂top-level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 你想要宣告的collection物件的名字 加上off這個關鍵字 然後加起來變成一個function 然後後面的括弧裡面 就是丟你要放進去的element 那element的數量也是可以 就是你自己決定 要丟多少就丟多少這樣 那coling的compiler 它會自動去推斷 你丟進去的element是什麼型別 那你就不需要自己去寫型別的宣告 它自動會根據你丟進去的物件來 來判斷你的心別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結果就長這樣 不管是array,list,set,map 基本上都是arrayoff,listoff,setoff跟mapoff 然後你就把你想要丟進去的東西丟進去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邊有幾個差異 第一個就是array本身的實作比較輕量一點 所以它身上沒有什麼太多方法 你假如把它印出來的話 你要加一個 method content to string 那它才會印成像你想像中的那個 array的樣子 不然的話它印出來應該就是那個物件的 就是在那個 JVN裡面的號碼這樣 那假如是list的話 它有實作toString 所以你會看到它這邊就有印出來 長得跟上面array一樣的做法 那這兩個你會看到我都故意寫1,2,3,3,5 就意思說重複的東西丟進去還是重複的 所以它不會把它去掉 但是set就不一樣 set我這邊是丟一連串的名字進去 但是marray是重複的 所以當它丟進set之後 set回傳的結果 marray重複的東西就會被去掉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這些東西 那再來就是map的部分 它是一個對照表 那有一些程式員裡面它可能不叫map 它可能叫dictionary 那其實概念上是一樣的東西這樣 那既然有collection 所以我們剛剛說collection身上有很多的messor 那這些messor就是你可以拿來處理資料的工具 那所以標準環式庫其實幫collection做了非常多messor 那不管它是用原本的class的宣告 或是在coli裡面用extension的方式來外掛進去 那基本上它身上 就是collection的物件身上都有一堆messor 那用法大家應該很熟悉的 就是用點然後加括弧這樣 那只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因為collection的每一個messor 大部分他們應該都會回傳一個新的 collection 但有一些部分的messor回傳的就是 true跟false 或是它不回傳的東西 因為它會直接去動collection裡面的內容 那這個東西就看到它是可變或不可變的差別 就是mutable跟immutable的差別 所以你在用messor的時候稍微要注意一下 它是什麼樣的 你的collection是哪一種collection 然後以及它身上messor回傳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我們大概介紹幾個我覺得蠻經典的collection的messor 那我很蠻喜歡用就是看網路上的範例 就是用emoji的方式來介紹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map 就是今天假如你的清單裡面有牛 有雞有玉米有馬鈴薯 那map這個方法它其實會 你可以丟給它一個動作 然後這動作做完之後就會把這些東西都丟進去 然後做完之後它會轉成另外一個東西來 所以你就想說只要丟進去map的東西出來 都跟原本東西應該會不一樣才對 所以我們就假設說我們把這些東西丟進map 然後map裡面我們要去組它去cook它 那這it是collecting的一個syntax sugar 就是它會把裡面這一堆東西一個一個丟給cook 那it就代表了collection裡面的那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說那個就是it這樣 所以這樣做出來之後會變成什麼呢 就會變成像這樣 就是牛肉就變成漢堡 然後這個馬鈴薯變薯條 雞就變成雞腿 然後玉米就變爆米花 這樣可以嗎 好看一下實際的案例 就假如你今天是一二三丟進去 然後我把它跟字串做組合 這是collecting裡面的另外一個syntax sugar 是shring template 你可以直接宣告一個字串 然後裡面用前字號來把 變數再進去 然後它就組合出另外一個新的字串 所以這邊就變成map1 2 3 因為它把map丟進iter裡面 出來結果就這樣 好那filter的話通常都是拿來做一些過濾 就是拿來做篩選 所以你要想到這個method裡面一定接受的是一個 就是條件判斷式 那這個條件判斷式假如通過的話呢 它就會被這個留下來 假如說不通過的話就被濾掉 所以這邊有漢堡薯條雞腿跟爆米花 那假如我們今天去判斷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給素食者吃的 假如可以的話它就會被留下來 所以這樣看完一圈以後 你應該發現可以留下來只剩下薯條跟爆米花 不過薯條也要確定不是用牛油炸的才可以 所以就是要看你自己的那個條件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範例 就是假如你今天是丟一些不同的字串進去 然後你想要去看說 在字串身上的方法有一個叫start 就是說它的字首是不是p開頭 所以假如是p開頭它通過的話 留下來就是都是p開頭的東西這樣 那最後一個是reduce reduce比較特別就是所有東西經過reduce之後呢 原本這個list是一個清單 它裡面有很多個物件 但是reduce結果做完之後呢 一定只回傳一個東西 reduce的特性就是做完只有回傳一個 所以假如是我們把這些東西 經過reduce就是拿去吃的話 那最後產生出來就是我們的排泄物這樣 就是因為你吃完之後它只產生一個嘛 所以就這樣的結果這樣 那換一個實際的案例 就是在reduce裡面它這邊會 lamp檔會接受兩個參數 一個是accumulator 就是所謂累加器 那這個東西因為通影片不夠長 所以我只能寫ACC的簡寫 那1是element的意思 就是會拿到裡面的每一個東西 所以reduce一開始大家會有點覺得蠻奇怪 就是它第一圈就是第一個reduce進來的時候 因為accumulator裡面沒有東西 所以它會先把1放進ACC裡面 然後1就只好先放2進去 所以第一個acc是1 第二個是1是2 然後所以第一個算式算出來就是1加2等於3 那第二圈 acc就已經是3了 就是因為1加2結果會放進acc 所以acc裡面是3 然後前面1、2已經用完了 所以就換3 3放進1裡面 所以1就等於3 然後最後3加3就等於6 所以reduce的做法就是最後算出來 雖然說有三個物件 但是reduce完之後它只跑兩圈 然後最後回傳6給你這樣 那這就是reduce在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牛刀小事一下 就今天給大家出個題目 就是這個靈感來源是來自於我新加坡的同事 就是他跟我講說 有一天早上他跟我講說 那個新加坡樂透超高的 他決定要去買樂透 那他希望有一組1到49之間不重複數字 總共有6個 所以他說幫我產生出這個數字來 當然因為同事本身不是developer背景的 所以我想說我要把這個數字算出來之後 再照數字的大小把它列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就先產生出數列 所以數列的做法就是 在calling裡面它有一個東西叫range 就是你不需要用forer圈去產生出49個 你只要寫1點點49 夸虎夸起來 這邊就會產生出一個數列 然後這個數列可以直接轉成collection用 所以這樣就有一個 你就把它想成這邊有個array array裡面是1到49的數字這樣 那再來就是我希望要抽獎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讓它隨機排序一下 那大家可能習慣用的英文字是random 然後或者是shuffle 那shuffle意思就是說要把這些東西隨機排序喔 那這邊就剛剛提到說collection好用之處在於說 它每一次經過處理之後 它回傳的都是一個新的collection 所以當我丟進49個東西丟進shuffle裡面 它就會回傳一個新的49個東西的list回來給我 所以在shuffle之後 我就可以再馬上串下一個我想要做的collection method 那因為我最後只需要6個 所以我就用tag 那tag是collection method裡面其中一個 就是只要拿6個東西出來 那它就會拿前6個 因為我shuffle過了 所以拿第一個到第6個這樣的數字出來 所以這裡面其實就已經回傳了一個 新的只有6個大小的一個list這樣 那因為我需要最後印出來之前 是給同事看從小到大 它去簽單的時候比較好簽 所以我就加一個sorted 它就會變成由小排到大這樣 那你會看到因為我都是一直在丟一個新的 那個collection出來 所以我可以一直串的方法 串下去 那最後我希望可以把這些數字全部串成一個自串 然後最後輸出出來給同事看 所以我就用collection身上有一個叫join to string 那它預設會用dote來做分割 所以最後它就會變成一個1.2.3.4這樣的自串 那最後我要把它印出來 那你當然是可以把整個就是程式碼都丟進println裡面 但我也可以用scope function scope function早上recar有介紹 就是用let 然後加上你要呼叫的那一個method的名字 它自動就會把前面這東西丟給println印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最後這程式碼就這樣一行就結束了 就是一行寫 串多個collection method之後就可以結束這樣 這個好像是我舊版的投影片 本來我應該有一個對照表 好 沒關係 我們先繼續往下看 就假如說那個 我們剛剛是比較程式面的 就是說你最後看到的是一堆數字 但是假如你今天想要更視覺化一點呈現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畫在這個畫面上 所以這邊就可以用到剛剛john教我們的jpgcompose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jpgcompose裡面有一個column 這個column裡面有一個row 這個row裡面有一個bow 所以你會看到畫起來應該是會有一個圓圈在畫面上 那我現在想要做成7749就是7乘7的矩陣 然後讓它可以畫出這樣的一個陣列 那可以怎麼畫呢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我先產生49的數列 然後呢我用collection method叫做chunk 就是它會把它切成 就是每7個切一段 每7個切一段 所以當我用chunk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list裡面又有一個list 就是list list 2層 就變成是一個7乘7的一個雙層的list 然後我再用for each把第一層的list印出來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一個group 這個group裡面就會有7個數字 那這個時候我再把它包住我們原本的row 所以它就會變成一列一列一列 總共會有7列 那那其列在group裡面又有7個數字 所以我在第二層的時候 我就把group再用for each把它印出來 那最後就會把裡面這個it放進來 那這個就會是1到49的數字 那這個寫法就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就是大概它的做法就是先有49個 每7個切一段然後兩層印出來 那大家原本在做這個7乘7矩陣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習慣用兩個for回圈 那你可以想一下就是兩個for回圈 跟你用collection這樣的寫法 差別在哪裡 差別大概會有在幾個地方 欸有耶 通通片出來了 好 那你會看到左右對照一下 就假如你今天用兩個for回圈的話 那就是你可能原本要先for i印0到6 然後再來for j印1到7 然後因為我的這個ball裡面要有數字 我原本我這邊只需要放it進去 可是這個地方你就要開始自己算 就是你要用i乘以7加j 來算出它的數字到底是多少 那我自己是覺得 欸這樣你稍微換個方法想 用collection的寫法好像還算蠻直覺的 那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看看哪一種寫法你自己比較喜歡 好所以其實collection的應用案例還有更多 就是大家有幸的話你可以去看一下一些教學 就是裡面比方說它可以從其他類別轉成集合 比方說你自串轉成集合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自串處理 或是你要把檔案裡面的一行一行內容印出來 你可以處理一些跟log有關的東西 或是你可以要做一些簡易的統計運算 比方說要算幾大值幾小值或是總和平均值 這些東西也是可以用collection來算 那甚至你假如今天要做一個mock server 你可以把這個collection跟web框架整合 然後加上一些faker的一些套件 然後最後就可以做出一個mock API 你可以在前後端完全都還沒有實作的過程中 就先做出個假的API 那mobile那邊可能就可以開始接你的API了 那這個很多技巧都可以用上collection的功能這樣 那剛剛我們其實只是很簡單的介紹了一些collection method 像是map,reduce,filter,shuffle,sorted 但是其實你假如仔細去看的話 剛剛說那個calling.collection這個package裡面 有高達200plus個 method 這邊應該加個s喔,應該要複數 所以呢 我在研究collection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要地毯式的掃過一次 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九大類 就是從建立就是你要怎麼樣建立一個collection 到你要怎麼樣從collection裡面去拿一些值出來 這取值還包括你取單值還是取一個區段 那排序的話就看你要正排反排 還是你要用一個你自己的邏輯去排 檢查也可以看說collection裡面是不是空的 或是裡面是不是其他東西 還有很多checking相關的 method 操作部分就我剛剛提到 假如你今天是mutable就是可變的collection的話 那這些 method會動到原本的collection內容 那假如我們剛剛示範的那些都是immutable的 就是實際上我都沒有動到collection內容 我回傳都是一個新的內容 所以原本collection裡面的value其實是沒有變化的 那分群的話就是像grouping 就是你要分群組 或是你要切成像我剛剛那些chunk那些 要切一段一段 或者是像我們剛剛說filter也是分成通過跟沒通過這樣 那transformation就是像我們剛剛說的map 就是當它經過這個method之後轉換出來的結果 都跟原本的東西都不一樣 aggregation聚合的話就是我們剛剛說reduce 就是只要經過這個method出來都只剩一個東西 通常都是reduce型的 那轉型就是說你只要想要從collection轉成其他類別 或是collection四大物件你要互相互轉 那都是在conversion底下 那你知道這些東西有九大類 那加起來就有兩百多個 所以我就畫了一張像這樣的圖這樣 洋洋傻傻這個圖完全就塞不下一張頭影片 那這個留給大家參考就是大家回去 假如你想要做一些操作的時候 你可以從這張地圖去查 然後呢這個地圖我就把它放在 對放在那個書上放在那個網站上 大家可以去下載它是個pdf檔 所以這時候就開始無情工商一下 就是小弟我最近出了一本書叫calling collection 大家都很驚訝說我居然有辦法collection就可以寫一本書 還真的做得到 所以大家掃這個qrcode進到collection.calling.tips 我們現在來無情工商一下 就是你進到 耶這個鍵盤好不習慣 原來不是只有我不習慣耶 然後你進到這個我的這個書籍的官網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 假如大家想看試讀頁可以下載pdf檔 然後重點是這邊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素查地圖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pdf檔 然後教大家實際上使用方式 就是呢 你進來你可以先找一下你剛剛想用的那個東西 是哪一個分類 然後再看這分類裡面有哪一些messer 那假如你越來越熟之後呢 你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比方說我用搜尋的就找chunk 我剛剛說的chunk嘛對不對 chunk是chunk的 它是過去式喔 為什麼叫過去式書裡面有講 大家再去看 然後 沒有時間喔 快抽死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後面有書籍的這個頁碼 所以你就可以有興趣去看一下書籍的第一之81頁 就可以知道chunk怎麼用 那你不想買書也沒有關係 這邊有範例程式嘛 通通放Github上面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裡面就有剛剛那兩百多個messer的 每一個的範例 就是 大家可以到intelligentidea 然後打開來 然後就搜尋chunk 然後就可以找那個檔案打開來 然後裡面就會有 它使用的方式喔 應該是grouping吧 好 就大家有興趣的話再進去看 就是這邊都有範例喔 就是你的範例資料是什麼 然後你經過怎麼樣用 最後跑出來是什麼結果 大家可以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 無情工商到這邊 然後 今天就最後我們剛剛說有那個獎品喔 就是我們今天感謝這個我的出版社就博碩文化 他們有贊助我們這次活動兩本書喔 那我這邊就把剛剛那題目再做延伸 其實書裡面就有答案 但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就是 剛剛那一題我們非常簡單 只是抽出六個數字而已 但沒什麼條件 就隨機抽 但是今天假如想要把條件變更複雜 就是他想要產生三組號碼 這三組號碼呢 一定要有 我同事老婆小孩的生日 就有12、31、8、29、7跟9 另外他要去掉13、5跟17、44 這幾個數字 那你要怎麼樣用collection 像我剛剛這樣一行一行串到最後 變成出來就是三組號碼這樣 好大家來想一下可以怎麼寫 那假如你想到怎麼寫的話呢 等一下可以到我們309的那個collection的攤位呢 跟我們的攤位小組講一下說你解出來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程式嘛 對的話我們那一本書就送給你這樣 但其實有時候想想是蠻吊詭 就你都解出來那還需要書嗎 好像不需要 沒關係你可以送給別人好不好 好所以我們最後來回顧一下 就是學習collection有什麼好處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剛其實都沒有用4回圈 那當然這個還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習慣啦 就是有些人覺得4回圈也蠻好理解的 那我覺得最後還是要 就是這個我覺得值得討論 就是說你團隊裡面大家習慣用4回圈 還是習慣用collection 那你可以比較一下哪一種方式在 你們開發的情境底下是比較好理解 我覺得可讀性跟大家可以理解這件事情還是蠻重要的 那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有做一些比對嘛 那假如說你比對之後覺得 collection應該會變得比較簡潔 然後易讀性應該會變得比較高一些 那再來其實我是比較喜歡這一點 就是你操作資料的時候可以變得很簡單 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只拆一步一步 就你不要一步做到底 因為你假如用4回圈的話 你可能就是一步要把那個東西做出來 但假如你把它拆成一步一步的時候呢 其實是相對比較好理解的 因為比較符合我們人類思考的方式 那當然大家有可能會思考說 那我這樣拆了那麼多步是不是要跑很多4回圈 會不會變得 因為它底層還是4回圈嘛 那它這樣會不會變成效能不好 那假如想要了解效能部分的話 也是看一下書裡面有討論 那最後就是你也可以跟其他語言特性一起使用 比方說你可以跟我們剛剛提到一些 scope function啊 string啊或是comparable這些語言特性來綜合使用 那會讓你的collection寫起來更帥一些 好最後呢還是來很歡迎大家參加我們collection社群 就是大家可以到這邊有個tw.collection.tips這個網站 上面就有讀書會啊 練工廠啊 還有一些我們的一些活動的錄影啊 那大家歡迎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這邊有兩個社群 就是有個line群跟telegram群 那大家少了以後就可以加入我們社群 那line群因為我們正在擋那個機器人喔 所以你必須先來加我的line 然後再幫你加進去 但我還是要強調像我每次都要講 就是我不是要騙各位的line好不好 就是 就是我是要幫你加到群裡面 好然後 這邊應該要放一張照片的 對但是我沒有 就那個 因為 通文片沒有更新到最新版 剛剛下載錯檔案了 反正這邊有一張照片 就是在我們309造勢的合照 好尷尬喔 好尷尬喔 歡迎到309有一個coding的攤位 然後我們上面有很多活動還有一些禮物喔 然後我們兩天都會有社群職工在那邊 歡迎大家來找我們 然後另外就是我自己有粉絲頁跟 Youtube頻道叫craftman coding職人署 那基本上都會分享一些跟 技術開發啦或者是 職涯發展啦 或者是一些八卦啦 或者是一些我覺得有趣的影片 都會放在上面 那每天都會有篇貼文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關注一下 好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好謝謝聖佑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剩兩分鐘會切換到下一位獎者 所以現在就不開放問題 因為如果有問題的話 應該去買那本書吧 這個時候應該就會解答 好無情的工商 好這個我也會待在309的那個攤位上 因為等一下我要當攤位的工作人員 我會待兩個小時 所以有興趣還可以來找我聊聊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對齁 現在大獎都已經對換完畢了 所以 就沒有獎品了 謝謝 我們在這裏面上的位置 就要有個個可以等 齊齊捏捏的跟著 這個可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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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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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阿萍如果大家對我的簡歷有興趣的話 可以打那個www.caha772.tcf 可以看到我的細節這樣 那今天很開心帶兩位同學 事實上我帶了一群陳大學人來 那這個整個 他們等一下兩個會分享 我們在卡夫卡的一些研究成果這樣 那卡夫卡是一個大型的 翻是事件處理系統 那他們今天帶的分享是 主要是來自於我們有一個 三年的產官學的大型合作案 產官學就是有教育部啊 科學園區啊 圓昌啊 義士啊 爸爸一堆公司 我們一起在做一個開發案這樣 就是跟卡夫卡有關的 那我本身是裡面的總主持人這樣子 那他們今天會帶來 我們在裡面做兩個卡夫卡的商量優化題目 一個分別一層四五七端在做優化 一個一層開端做優化這樣 那 你們通訊好了嗎 那我繼續開場 好 對 所以等一下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是任何跟卡夫卡有關的 都可以非常歡迎各位踴躍舉手 或是在他們還沒逃離現場之前 把他留下來這樣子 然後都可以問各種卡夫卡 有關問題這樣子 好 就大概這樣 好 你們通訊就好嗎 對 還沒還沒 等一下 好 那我接下來再來閒聊一下 那個 我不知道現場有沒有人用過卡夫卡 有用過卡夫卡可以舉個手嗎 好 我前兩天才去IT用演講而已 那個有沒有人用卡夫卡說是幾乎全場都舉手 所以我們可能走錯場地這樣 好 反正沒關係如果大家沒用過卡夫卡 可以很快 不行 我如果接到卡夫卡是不是就搶走你 前面10月投影片的東西 我不會建議啊 我不會建議啊 好 反正大家就把它想成卡夫卡就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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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處理區 好 好 我想一下我要怎麼破格 好 那我講 我來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 沒有問題 我本身是一個那個長期在開園 阿帕器組織裡面工作的一個人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去搜尋我 大家會發現蠻多大型任務專案的核心開發者這樣 那我本身也是台灣少數的阿帕器 member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對開園參與開園專案 參與阿帕器 欸 有人知道阿帕器組織嗎 不是那個阿帕器組織機 我是那個 因為你如果用過Hadoop H-Bass Finis Kafka 然後Spark 什麼這些都是從阿帕器組織出來的這樣子 那阿帕器組織就是一個應用很多開大型開園專案的地方 欸 我好像發現它已經好了 你好了嗎 好了 OK 好 那我就不廢話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那個陣線 好 圍圍 那可以掌聲 欸欸 恭喜這個主持人 可以 那掌聲鼓勵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好多人 那好 那我要開始了 那這場演講的主題呢 和Kafka有關 就Kafka它本身是一個能夠用來建立高吞吐量的資料管線 或是一個串流的平台 然後現在有不少的公司在使用它 那實際上Kafka它在圍運的時候會經常遇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今天我要向各位介紹的從極端的負載平衡的問題 好 那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講者李政憲 我目前是成功大學的研究生 然後目前在研究這個Kafka的負載平衡的問題 那前幾個月有在某些銀行做過類似的分享 然後今天是很榮幸來Kafka這邊 能夠和大家公開分享這個問題 還有提出我們目前的一些解法 那在開始之前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團隊 我們是來自成功大學的分散室系統實驗室 然後目前和剛剛幫我開場的那位在業界打滾多年的專家 蔡佳平博士也是我們實驗室的學長 一同研究這個分散室軟體和它的負載平衡的問題 那目前我們大部分的進度都維護在我們Github上的專案Austria 那目前這個專案內有提供一些Kafka的微運的工具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看看 如果有發生什麼問題的話都歡迎開issue或pr跟我們討論 好 那接下來是這次演講大綱 那首先開場的時候我會先介紹一下Kafka的負載平衡的問題 敘述這個問題會怎麼樣影響我們 那接著我會提到這個Kafka的負載平衡的問題是 是如何衍生的為何他自己本身的始作 沒辦法將這個問題解決 我們等一下鐘聲 好 再來第三點我們會點出那些我們團隊目前已經發現的 關於這個問題的難點就是這個負載平衡的問題 它究竟有哪些地方是比較non-trivial 可能不是我們隨便一個腳本或是python打開 把幾百行的程式碼 和用library用一些膠帶或是電書機固定一下就解決了 那再來最後我會提到我們團隊目前預計提出的解決方法 那絕大多數的難題都還在測試和克服 所以這次演講的解決辦法多辦是一些我們的早期的結果 好 那麼接下來我就要開始今天的主題 那首先Kafka它本身是一個有非常多的feature 高自由度高吞吐量的一個資料的串流平台 那如果我們在對的情況下使用它的話 我們可以在掃科一些輪值的情況下就有解決一些系統設定上的難題 不過通常我們在決定採用一個東西之前 除了看它的優點之外 我們也會在乎它的缺點 那麼Kafka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實際上就像大多數的系統軟體 Kafka的使用是需要耗費一些力氣來維護的 而在Kafka這邊我們能遇到比較顯著的問題 即為從其內的節點有負載不平衡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就是如先前我所說的 就依照目前Kafka的實作沒辦法完整解決 需要我們微運的人去主動介入去想辦法解決它 或是使用一些工具 那目前這些問題在大規模的重疾中即常發生 一些常觀測到的負載不平衡的現象有包含 比如說那個節點的網路上的輸出輸入流量 達到它的網卡的頻寬等等 那有些博客在這種長期承受相對重的負載下 會對那些下游的應用帶來一些latency或是throughput上的問題 那這對我們服務的穩定度和擴展性都帶來不小的影響 那好那接下來想像你是團隊內負責照顧你們Kafka重疾的工程師 然後你現在看到重疾內有些節點它的負載不太平均 那這些問題日益嚴重 嚴重到我們的服務的品質被影響 那接下來我們該如何處理呢 通常這個時候我們有三種解決方法 第一種可能就是從我們的負載的源頭去著手 譬如說我們去介入我們的producer或consumer的程式去 可能修改它的程式碼 讓它可以去壓縮資料或者是減少它打出來的資料的量 不過我們作為微韻的角色 有時候可能要插手那些其他部門的程式碼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對我們的重疾的硬體資源做負載平衡 也就是我這次演講的主題 那第三種比較花錢消災又比較消極的做法就是購買更多的設備 那不過這個做法有點像是在逃避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買更多的設備的話 我們最終可能會遇到資源過剩的問題 因為可能還是有一些blog它是loading比較重的 然後相對其他的blog是loading比較輕的 那如果這樣做的話可能各位老闆會開始問說 為什麼有一些硬體的使用率會那麼低這樣子 那再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通常這種大公司他們在採購設備的時候 他們需要一些時間去跑這個流程 那如果我們現在這個負載不平衡的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那如果我們沒辦法 就這個負載不平衡的問題已經破在媒體 那應該是原水就不了近火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我們負載平衡的手法去介入的話 可以幫我們爭取一些時間 那到此為止我大致提到了一些負載不平衡的影響 看起來卡夫卡重擊的負載平衡是勢在必行 不過這個不平衡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為何卡夫卡它沒有完整的解決這個問題 我接下來要帶大家探索這個問題的源頭 那首先為了確保大家對卡夫卡的理解一致 所以我先做一個簡單的卡夫卡的介紹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我會慢慢的帶入到節點的負載源頭 那首先在我們面前呢是我們建立了一個卡夫卡的資料管線 就是這個 My Data Pipeline 那這個資料管線我們負責將我們左邊的資料從producer 送到右邊的controller應用去做一些後續的處理 那在卡夫卡的術語裡面 我們這條pipeline就被稱作是一個topic 那不過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單單的一條水管 那我們知道卡夫卡它是一個分散式的串流軟體 那如果只有一個非常粗的管子在傳輸資料的話 那我們的負載公共是沒辦法被分散的 那卡夫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他就把這一個大水管 這個topic這個大水管拆分成多個在儲存上獨立的小水管 那這些小水管在我們的卡夫卡的術語裡面是稱作是partition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個小水管的方式來做到一定程度的負載分散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producer其實是在針對這個小水管partition 在做這個打資料的動作 而我們的controller也是在對這個partition這個小水管做讀取資料的動作 那這些小水管將會各自分散在我們重擊內的多個節點上 那但是不過因為這張圖為了避免給各位觀眾的理解帶來一些壓力 所以我刻意隱藏了重擊跟節點的存在 那下一張圖影片呢我會慢慢的把節點的資訊放進來 那從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小水管的partition 它坐落在這兩個節點上分別是broker0跟broker1 那0號跟2號的小水管是坐落在這個broker0 然後1號跟3號是坐落在這個broker1 那其實對於這些這個partition它位在哪一個broker的這些資訊 我們可以用一個partition的負載分布表格來記錄它 就比如說這邊就是節點0就是對應到這個mydata pipeline的partition0跟partition2 那就是跟左邊這樣圖做一個對照 我們可以用這個table來表示它的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再慢慢的把這個producer跟consulner放到我們的slide上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producer和consulner會針對各自有興趣的partition去做資料的讀取跟資料的寫入 而在這個過程中它將會衍生出一些NetworkIO上的負載 那實際上這些動作都這些讀取和寫入的動作都會給這個服務這個partition的broker 帶來這些硬體資源上的開銷 對然後我們可以在這邊再做一下延伸 所以實際上這個硬體資源的開銷和我們這個partition的負載分布的表格 也就是這個節點它要為哪些partition做負責 為哪些partition做負責就是有它的關係在 那我們現在知道partition的分布在節點的負載分配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它會影響我們每個節點的Network的資源開銷 那不過這個分布是如何決定的呢 也就是今天有一個partition在這裡 它應該要放在哪個節點 那實際上目前這個分布的方法是沒有被記載在任何的文獻上 它是屬於Cavca目前內部的實作細節 那所以今天等一下提到的這個方法 或許他們未來會改變也不一定 那如果我們去看Cavca目前分配這個負載的實作細節的話 它的目標其實是在確保每一 博客內每個節點它的partition的數量是盡量一致的 我們這邊給一個實際的例子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使用者 他想要建立一個有五個partition的topic 那Cavca會用類似Round Robin的方式來分發這些partition的責任 那在比如說這個例子中我們有三個broker 那它分發這五個partition的分法就是012 然後我們把三個發完了 我們就再回到這個list的源頭 從34這樣發 那在這個Round Robin的手法下 其實我們每個節點它承受的partition的數量會變得比較接近 然後另外我要提到的一點就是這個partition的分佈是在topic建立的時候就有決定的 然後這個分佈將會 它這個分佈在決定了之後就會一直固定下去 除非有人為去call API去改變它 那好 那其實它ApacheCavca它還有其他硬體資源上的開銷 那比如說我們的broker端可能會做資料做一些壓縮的動作 那這個都會帶來CPU上的開銷 那broker它本身運行也會有一些CPU資源的使用 又或者是說Cavca其實對memory有一定的需求 那這部分它會需要我們的作業系統去用一些檔案系統快取 來幫它加速一些diskIO的動作 那這些都是有一定的需求存在 不過在這所有的資源裡面 NetworkIO是比較顯著的資源的來源 資源的需求 那為了減輕大家的身心負擔 所以這場talk會主要關心在這個NetworkIO的部分上 為了確保大家有跟上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大家知道Cavca最主要的負載是 源自某某某的分佈關係 那 哈哈哈哈 你們知道嗎 欸有是不是有人說partition 那其實這個負載最主要的來源是 剛剛提到的這個partition的分佈嗎 也就是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對於我們 我們每個節點它的負載是什麼樣的程度 是有很顯著的影響 那我們現在已經幫大家把這個 Cavca的一些前後文補齊了 那我就要來提到這個負載不平衡的 源頭的原因 那首先第一個源頭就是這個partition的數量的平衡 其實不代表負載的平衡 就我們先前有提到 Cavca是用run-robin的方式來分配這個partition的責任 那所以我們分配下來之後 我們可能看到像這樣子的現象 我們這邊有三個broker 然後這三個broker 它的partition的數量上是 處於一個非常平均的狀態 但是 其實上我們要看的應該是 硬體資源上的開銷 只看這個partition的數量其實是不太正確的 那如果我們從 每一個partition給 服務它的節點所帶來的 網路的開銷上來看的話 我們可能會看到這種的分佈 就是有特別幾個partition 它的資料輸入是 相對比較熱門的 那在這種不易的情況下 我們這個負載不平衡的問題 就有可能會衍生 那再來第二個源頭 就是擴張節點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先前有提到 這個partition的分佈是要放在哪個broker 這個是在topic建立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下來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今天擴張我們的重集的話 我就有一個新的broker在這裡嘛 那其實就有了這些負載 它不會自動的搬移過去 那所以在我們添加新節點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需要人為的去介入它 那這個時候 也是一個複載不平衡的源頭之一 那好 那接下來我要提到這個複載不平衡問題的難處 就是這個問題有哪些地方是比較複雜 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好那 我們現在剛剛知道這個partition的分佈會影響我們每個節點的流量吧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改變它呢 有一種方法是去使用Cavca發行的 發行的內容裡面有一個 這個Cavca Reassign Partition這個腳本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腳本去變更這個partition的分佈的責任 或者是如果你會寫Cavca的話 你也可以用Cavca它發布出來的Admin Content API去做變更 不過光知道如何使用這些工具其實還沒辦法完整的解決這些問題 它這中間是有一些潛在的痛點跟難題存在 那接下來要提到這個難題是什麼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可能有很多可以選擇的複載平衡的項目跟可能性 就譬如說通常一個節點可能會有十多來個博客和上千個partition 我這裡寫錯了應該要寫partition 那他們之間的複載的那個變換的排列組合非常多 那除此之外還有這個複載平衡方便的限制 因為我們要複載平衡的話 我們現在要去確保每個broker它的輸入的流量或是輸出的流量是比較平均的 然後也要確保那個我們網路的那些硬體的那些switch 不可以有那種頻觀超過使用量的上限 超過使用上限的情況發生 那當然如果另外一種可能就是我們可能有資料可靠度方面的需求 我們可能會上一些機架感知的設定 那這些諸多的限制都會給我們的這個優化問題帶來不少的限制 那再來就是 先前有提到Cover它本身的自由度非常高 我們可以透過教條去讓我們的重啟去服務不同類型的應用 針對不同的場景去做使用 譬如說我們的某些使用者他可能會比較在乎這個資料的發送和消費的latency 或者是整體發送的Drewproof 其實對此通常我們不存在一個完美的平衡手法能夠去間諾兩者 所以我們的複雜平衡工具需要有一定的自由度來滿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好那再來是第二個難題 這個比較棘手一點 那這就是我們Covercar的複雜平衡手法 其實它是存在一個非常顯著的IO的開銷 那我們現在先說明一下這個例子 現在這邊有一個重疾 那我們有一個broker0跟broker1 然後還有外面的對應的網路環境 那現在我們這個外面的可能有些producer和consulner去對這些broker做一些服務的服務上的需求 然後這邊都會產生出一些網路的流量 然後我們現在先專注在看在這個mytopic的partition0 那這個partition0它現在是放在節點0這個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partition從節點0移動到節點1 也就是把它從這個0移動到1這邊來 這可能是為了譬如說我們要做複雜平衡 所以要做這樣子的舉動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衍生出一個複雜的流量在這裡 因為我們上一頁這裡我們partition它不在這邊嘛 它沒有那些過去既有的資料 那我們如果要把這個partition從這邊移動到另外一邊的話 我們過去既有的那些資料也必須要同時複雜過去 那在這個搬移的過程中我們就會有點生出這個複雜的流量 然後這個複雜的流量 其實和那些服務的流量一起流過我們外部的網路 那就會加大這個外部網路的壓力 那如果我們這個複雜的流量搬移的太劇烈的話 就可能會影響到這些既有的服務流量 去影響到一些穩定度 那另外一種可能是 那如果我們不要搬移的那麼激烈呢 就可能搬移的那個流量少一點 那可能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會有搬不完的現象 所以譬如說我們現在這個服務流量流進來的速度是 就是每秒鐘5MB 但是我是以每秒鐘3MB的速度再去複製這個流量 那這樣其實這樣子一加一減下來 我們要搬移的量其實是每秒以2MB的速度再上升 那其實就是會有搬不完的現象發生 對所以這部分也是有不少的限制在 那再來要提到我們團隊目前預計提出的解決方案 那我們團隊目前是想要提出一個 能夠減輕各位圍運上的壓力的工具 Australia Balance 那這個工具它能夠協助我們的圍運朋友去提出 和執行一個負載平衡的計畫 而且這個計畫能夠以你自己客製化定義的 平衡目標去做執行 或許是latency或是租付的目標 而且最重要的 這個複製平衡計畫的執行代價 必須要是整體系統可以被接受的 不會因為整體的執行而影響到 那些現行的服務的運作 那接下來我要來講一下我們這個 Australia Balance 它目前一個大概的運作的流程 那首先我們會去撈取那個 現在衝擊的複製的分佈 也是先前提到的那個position的分佈狀況 然後呢我們會有另外一個模組叫Plan Generator 這Plan Generator會根據現在的重疾的分佈去 大量的提出一些負載分佈變更的提案 那這些提案我們會把它送到一個Cose Function的模組裡面 那這個Cose Function它裡面是一套演算法 它裡面實作的內容就是 它就接受目前重疾的輸入的效能指標 還有一個給定的position的負載分佈狀況 然後根據這些資訊去以特定的效能表現去計算出一個分數 譬如說我今天看到了一個position的負載分佈 還有這些matrix 那我去衡量說這個position的分佈 它可能在網路的輸入上有沒有呈現一個平均的現象 如果有呈現平均的現象的話 那我可能就可以給一個比較好的分數 然後我們會把這些分數在計算出來之後 會去做一些後續的處理 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Cose Function它比較特別 它是在衡量這個搬移的成本 那這個搬移的成本它是只有Plan Generator 產生出來的提案會去做計算 那它這個目標就是要再衡量說 我這個搬移的計畫會不會給當前的系統 帶來它不能夠接受的成本 那這些成本可能就會影響到我們的網路既有的服務 那我們將這些資訊收集到手的時候 我們會去做一些衡量 去找到任何一個 它可以使我們現在的重疾變得效能變得更好 並且它的成本是整體環境可以被接受的搬移計畫 那如果我們真的找到了像這樣子的搬移計畫之後 我們會交由另外一個Plan Executor的模組去執行這個搬移計畫 然後確保這整個過程 我們這個Plan Executor 它是要去確保這整個過程不會影響到上游的服務 那這大概就是整體的一個流程 然後接下來我們做了一個實驗的設計 那我們目前的目標是要 這個實驗中我們的目標是要去平衡 每個broker的節點的輸入的流量 那我們的系統環境這樣子 我們現在有四個broker跟兩個producer 然後每一個 每一個節點他們的網路頻寬都是1GB 然後在這個情況情境下呢 我們建立了95個topic跟803個partition 然後這四個broker他們目前所經歷到的輸入的流量 是在這張表格上 那我們看到broker0它承受的輸入的負載是相對比較高的 大概有380NIB附近 那broker3的部分的話它的流量是相對比較低的 大概在240NIB附近 那我們在這個情境下去執行我們的那個Astrelia Balancer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差不多是在這個時間點開始進行執行 然後他在這個過程中就是跑剛剛提到的那些演算法 然後去做不斷的提出我們的搬移計畫 去讓整個重疾的負載變得更平均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X軸的部分其實是時間 然後Y軸的部分是節點經歷的流量 然後這四條線其實就是那四個broker 它在這個特定時間點 它經歷到的輸入流量是多少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輸入流量可能是386到211億之間 那我們可以對這些數字做一些計算 去算出它的負載不平衡的比例 那這個比例的計算公式是在這邊 它其實它表達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如果它是100%的話 就意味著這個負載最重 跟最新的節點的差距極大 如果是0%的話 就是意味著這個節點的負載是完全相同的 就可能四條線是呈現一個平行的狀態 那我們的Astria Band 實在經過好幾次的搬移之後 能夠使我們這個重啟的producer的流量 呈現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狀況 對 那 對 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 我是不是講太快了 那那位聽眾有沒有想發問 可以舉手 請問一下剛才那個自然學院的建築 能夠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 從不平衡到平衡是多少的時間 呃大概是差不多一個小時半 一個小時半 對 他有經過多次的搬移 對 我們那個演算嘛 他會一直持續的去執行 對對對 有人想提問嗎 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謝謝講者 謝謝 謝謝大家 現在幾點 沒點吧 上台講拜討書 滿準期的 真的嗎 怎麼辦 然後我們換下一位 會緊張啊 第一次的話 第一次參加眾 嗯 你們看會在哪? 二樓 二樓就好了 OK 好,我覺得二樓就找你 你是... 要要選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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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因為... 因為...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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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出去... 讓他們... 還是... 看總體的 還是... 因為... 一直在這裡... 講者會一直看後門... 應該... 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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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這個...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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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就是... broker就是... 很多人進來... 然後都會把自己做... 那... 原本你那個... broker... 分配工作不均勻... 他自己就... 他會習慣地去... 檢查... 你都不均勻... 然後... 提說我建議你來搬... 然後搬完了之後... 再看一次說... 你是不是搬好... 你有沒有... 那不行... 他一直搬... 無家... 有才... 沒有喔... 沒有啊... 你... 你有沒有... 自己就... торы validí... 他們... 呃 nearby... 感谢观看